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少編劉です 今天來介紹的這個北連的青菊夏柏羊 那我們今天不談別的也不要看太多 我們就紮紮實實的來介紹這艘船 那我怕收太多可能會有黃標的嫌疑 好啦,我們先從基本的性能面本來看 那這隻夏柏羊其實在耐久跟莊田都算是前段般的表現 跟他相似的就是這個克里弗蘭吉的萌比 不管是在耐久、在莊田、在火力上面其實都跟他差不多 甚至連對空方面夏柏羊也是跟這些美群是一樣的 那主砲的效率上面也都跟這隻萌比是一樣的 那運技方面其實也是微小的差距 所以在坦度上面整體的坦度都跟這個克里弗蘭吉萌比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就面板數據上面而言 輸出的效率跟坦度其實都是不相上下的 那剩下的就是我們技能上的一些差異了 好,那我們就全彈發射這邊來看 夏柏羊全彈發射的是20x42 總傷840的一個全彈發射 發射的面積很廣 所以有效打擊的效率也是蠻高的 加上他們是砲群的設計 他的全彈發射可以很快的做輸出 那相比之下克里弗蘭一樣都是砲群 那他的全彈發射的總傷 不但面積小 然後整個傷害也是非常的小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即使面板一樣 那在全彈發射的效率上面 夏柏羊還是領先克里弗蘭吉的船很多 好,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表現 宏技方面呢 是每15秒有70%的機會 發動這個虛空白吉兵 那會命中的時候會產生一個冰岩的效果 其實就是一個點燃 不過這個點燃是獨立計算 他不會跟其他的點燃混為一坦 那這個傷害呢 是26x12的一個榴彈傷害 其實面積還蠻遠的 4x3輪 所以可以把他想像成是一個 重巡的一個全彈發射 所以加上前面的全彈發射 跟這一招宏技的特殊彈幕 他基本上就彈幕的效果 就已經打出了很多傷害 配合他加一組炮的優勢呢 其實基本上在火力輸出方面 他是非常的Top 那第二個輔助的這個技能呢 是增加自身的暴擊率15% 那對驅逐的傷害再加20% 這很可怕 直接加驅逐傷害20% 主炮的飛行速度呢 是再加15% 所以可以飛得很快 面對到這個驅逐會跑的時候 主炮飛得快 那物理上面的命中率其實也會增加不少 那最扯的是 就是進場之後所有的驅逐力 迴避率直接盪死吧 是迴避率喔 這跟我們的歐羅拉是一樣的 他也可以配合我們的歐羅拉一起出去 所以歐羅拉配夏柏央 基本上驅逐 根本就是一個沙包 被打得很可憐 好 那這個裝備要怎麼配比較好呢 其實如果你是在打道中的時候 因為道中其實很多船 那我會比較推薦用這個四次152 科研砲 也就是客跌砲的上衛板 因為他可以打出很多複數的傷害 因為他可以穿甲 那拳彈發射的效益 在打道中清雜魚的時候也是非常好用的 那如果副砲部分呢 就是使用這個凱旋砲 那沒有金的用紫色的也可以 那對空金元盤 生存方面其實就是 有壓墮加這個維修 可以保住他不錯的生存力 那如果你是要打王的話 尤其這個王是青甲類或是驅逐的話 其實你可以配合這個四字三連152 這個榴彈砲呢 其實就是拿來打驅逐用的 所以很好用 那原本他對驅逐就有增傷 那拿這把可以有效去 打出很多的驅逐傷害 那推薦組隊的部分呢 因為之前沒有講到 配合歐洛拉的技能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可以直接把這個敵方的驅逐 盪下來很多迴避率 這個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在打驅逐王的時候 可以配合歐洛拉來減少 這個敵方驅逐的迴避 那如果還可以的話 你可以選用這個蒙比 因為蒙比以代也有這個機會 去發動前方巡洋的命中和火力 直接25%上升 那可以大大增加這個夏博洋的輸出 有時候被攻擊的時候 還可以收到15%減傷 可以增加了他的一個坦度 所以整體而言夏博洋 他就是一個輸出跟坦度兼具的 就論輸出而言 他比西雅圖還要高 那坦度方面其實生存能力 就跟我們的克蝶一樣 所以基本上克蝶克里弗蘭吉的船 能夠出去的戰場 那基本上夏博洋也可以 而且輸出還會在這個克里弗蘭吉之上 甚至超越了西雅圖 所以總而言之這隻船 也是相當BUG的一個存在 好啦以上是今天針對這個夏博洋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這艘船真的輸出跟例會都非常的好 真的真的是希望你可以帶一隻回家 因為錯過這一次真的還要再等一年以上 甚至超過一年 好啦那有什麼問題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